新手最推薦玩的法師 我會推薦穆加爵 雖然新手更多人會去玩維拉或克里希 可是這兩隻法師在前中期 他的傷害不夠的關係 所以前中期基本上都只能被人家追著殺 比較難有一些單殺的畫面 但穆加爵這個法師非常特別 他的前期就非常強勢 他可以一個人包圍三個人 甚至還把對手殺掉 所以以新手的角度 我會更推薦穆加爵 哈囉 早上嗨 你好 我是優哥 I'm Yuga 這場是巔峰賽 很多觀眾會問優哥 為什麼我們的IP都會變成傳說挑戰者 變成匿名 只要你的排位達到星耀之後 你的排位就多了一個選項 叫做巔峰賽 那巔峰賽在打都會以單排的模式 不會有雙排三排甚至五排 今天影片的主角是穆加爵 他在前期就很強 當我被莉莉安炸一下之後 我反而會往前連著他打到底 那我們也看到 莉莉安他掉了一隻兵線 代表他沒辦法上兩等 所以我馬上去跑線 那我也看了一下紅區 紅buff還在 代表應該沒被返 所以我就趕快來到下路去gank一下擠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提米沒有跟過來 但沒關係 穆加爵前期超痛 你看 搭配蘇的狙擊 緊殘血我們稍微繞一下 看到他瞬移一二直接拿到首殺 那這時候回頭不得了 對面的艾瑞真的 反而我們家紅buff了 紅被他反掉 我們也留不住他 那就只能跟他也說聲sorry了 至少我們在前期 一定要發揮這個角色的長處 就是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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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聽錯 而且前期能打到更多的團戰是最好的 那目前我的位置非常非常好 沒有人打我 我只要黏著莉莉安打 雖然被三個人圍偶 但我後面有蘇當作我的後盾 絕對沒問題 這邊真的要走了 回頭 井有辦法嗎 他交了瞬移 代表他會怕 在敵人頭上的層數 12345 那個是毒的傷害 越多層的話 毒的傷害越痛 那在木家爵本身頭上的層數 那個是回血層數 越多層 我們能回的血就越多 所以你看我二技能打到三隻小兵 瞬間是可以疊三層 清完一波兵 我的鼓包出來了 隊友在忠祐打起來 我們的目標就是讀洛倫就可以啦 這個洛倫是對面的打野 不得不說 會用洛倫打野的玩家 根據我的觀察 他這場真的滑得超壞 滑得超溜 沒錯 那我們繼續追著莉莉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木家爵的天敵 就你在打排位或是巔峰 你都能看到對手選什麼角色 那你只要看到對面選 伊格阿 令月阿 邦尼這種角色 你就不要再玩木家爵 因為那三隻角色 他們都能在遠處就打得到你 那木家爵反而讀不到他們 像令月 我覺得令月是最誇張的 你都還沒讀到他 他的技能插過來 四倍傷害 木家爵可能就被秒殺了 所以這三隻法師 伊格阿 令月 還有邦尼這三隻 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之前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木家爵是目前傳說所有角色裡面 唯一一隻拘魂效果最高最高的角色 他可以到60% 正常一般角色出到拘魂路 只能減少目標40%的治癒效果 木家爵可以到60% 就連麥克斯被動天生有40% 可是他最高最高也只有40% 所以木家爵他非常克制 對面有那種灰血角色的 像什麼海倫之類的 OK 好的 這場我們要小心的 只有一隻叫做洛倫 你看他滑 撿滑速度超級快 可是最後還是被我堵死了 堵死對面的打野 我自己也常玩打野 所以我知道要趕快反紅 這個算是嘗試最基本的觀念 對面打野都死了 下路我也守不住 上路也沒辦法做gank 那這時候你不反紅 你要反什麼 肯定反紅的嘛 這是最基本的觀念喔 分享給大家 好 繼續回到中路清兵線 立地安看到我是會怕的 欸嘿 那看到下路他們兩個人很深 就可以趕快 繞背 因為木家爵沒有位移 所以我們要透過繞背的方式 緊交給隊友去解決 我就來讀一下艾瑞囉 好的 因為中路 我們打野會去守 所以我就趕快把下路兵線清掉 分工合作 清完兵線又可以讓炮車去推塔 那為什麼我不去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哪一手 喔真的有洛倫 我們吃個鳥鳥 吃完鳥鳥下一步 不是要繼續待在下路 而是要回中 幫忙隊友去壓中路的外塔 好 隊友幫我踩住河道視野 就可以直接走河道回來 這邊就是想辦法躲掉 立地安的一二技能 喔這個井 給我往前滾 那肯定是堵爆他的吧 大招直接炸他殘血了 他們中路有四個人 這邊有一二技能 都要去讀艾瑞 主要是緩他速度 讓他綁不到人 OK吧 因為我一二技能 都能各緩他30% 喔這個洛倫 直接大招滑過來 他感覺撿花是真的撿得很快很順 只可惜他的傷害不夠 應該講 我們有三四個 那他只有一個 這也沒辦法 但他洛倫 我看那個滑是真的有兩把刷子 木家爵的被動 是真的能回蠻多血 像我被立地安炸一個二一技能 我的二技能打到三隻小兵 喔你看我那個血 就可以回慢了 所以我完全不怕被立地安消耗 我反而比較怕的是洛倫 他很痛 交了瞬移 往隊友的方向拉 好險 我有隊友 我差一點就GG了 洛倫真的是我蠻大的克星 緊接著我們往上靠 上路要幫忙守一下 殘血的井還有艾瑞 那艾瑞呢 如果他只有一個人 不用怕 被他綁我也無所謂 反正我二技能可以回血 大招可以給我護盾 反而還能反殺艾瑞 所以當艾瑞他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不要怕 給他綁又如何 等他綁完 就是他的死期 就是一個團隊裡面 總要有人去犧牲被綁一下 不然艾瑞的頭 本來你能殺的 可是沒有人去犧牲 最後艾瑞就殺不到了 好啦 這可能只是在順風的時候這樣講 但是以我的視角 我覺得這場超順風 但是以隊友的視角 他們可能未必順風 你看人頭比數 12比10 有6顆人頭在我這邊 代表其實在隊友的視角 他們沒那麼順風 艾瑞綁了 所以艾瑞綁完不要怕 我們重點是要殺青燕 這場 其實對面後期 我們沒有那麼好打 你想他們有艾瑞可以把 青燕加洛倫 這兩隻角色有夠鼓勵 所以這場 前期就要把他結束掉 不能拖後期 先處理洛倫 再來 交瞬移 我應該殺得到 好 莉莉安也交瞬移跑了 那這樣二塔 我們應該是能拿下來沒問題 遇到艾瑞一樣 其實就是緩他速度 讓他綁不到你 就哪裡沒皮條啊 哪裡沒轍 中路繼續清兵 台薩先鋒來了 我本來想吃藍 但是吃不到 艾瑞 給他綁沒關係 他只有一個人 這版單純只有控制 沒傷害 綁完就是艾瑞的死期 所以一個團隊裡面 肯定要有人去犧牲 這種犧牲就還OK啊 被綁要看時機 中路高地 壓一下 那這邊一樣 我們小心洛倫 洛倫 很恐怖 他撿花很順 下路看起來有破口喔 可以拆 我們幫忙去壓自己 拆掉拆掉了 緊接著我們往中路轉 中路兵線也要進了 我們一樣就是在前面丟一技能 限制一下 限制一下走位 我們的位置非常好 慢慢的壓啦 只要還是 老化一句 兵線進去 不要急 不要急得進去 我們就讓射手慢慢去點 慢慢的磨 不要吃鏡弄破襪 我的台語有過破 吃鏡弄破完 這個洛倫直接走到我面前 停住不動 他是不是在演我啊 是不是在騙我上他 好險我們家企羅 直接把他秒掉 讓他沒機會演 還是洛倫其實是我們的演員 有可能喔 突然遇到對手 站著不動了 你們真的要特別小心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當然就是他真的 爆PIN了 或者是突然有電話打來 那第二種可能就是他 他剛剛後面旁邊都他的隊友 他故意假裝掛機 讓我們去打他 當我們打他的時候 他就突然一個大刀滑過來 把我們給反殺 這都是有可能的 總而言之 新手真的蠻推薦 玩木家爵的 分享給大家 趕快幫影片點一個 大家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